好 另外呢 还有来看是台铁太鲁格号 事故造成49人不幸罹难 案件经过了检联跟行政单位 汇同了专业人士初步调查查扣 拉断导致事故的拉绳 相关人员起货跟检视 这个疑似造成事故的袋子 其实是有两种的 一个是绑货用的卡里卡里 这个捆绑束带 另外一个呢 是吊车用的起重 吊带布绳 两款袋子外形很像 一般人恐怕不容易分清楚 事故祸手 李逸祥当天疑似涉嫌使用了 只能够拉货 俗称卡里卡里的 捆绑束带 就一想天开想去拉总重10公吨 这么重的工程车 而另外一种虽然是吊重物专用 一般来说 吊带上头是有拉力标示 最终只能最多吊5公吨以下重物 然而事故工程车其实重打了10公吨 一般起重吊带其实根本不够用 调查人员呢 一调查发现 真的实在很离谱痛批 李逸祥行为简直就像拿脆弱的戏绳 去拉大车 不断才怪 不过至于怪手到底是谁开的 也是一个重点 对不对 我们持续来追追追 再来了解 行车的记录器画面当中 李逸祥曾经跑到这个铁轨旁边 还在那边挥手 指示阿豪你赶快开怪手把工程车去拉起来 阿豪的姐姐在花莲接受媒体采访时 她反驳说弟弟只会骑自车 但在越南没有车也没开过车 事发当天她说弟弟原本是排驾休息 是李逸祥一直拜托 一直颅 一直凹他去上班 都是按照老板指示来做事 好 不过呢 这样子太鲁阁号撞车事故 在13号 检方是再度的借提了李逸祥跟乙公阿豪 就是要还原事发前的关键五分钟 到底是谁开怪手 谁开车 下午花莲公务段施工主任雄德玉三度遭到了约谈 台铁正副段 这个包括的正副段务长戴金元 林镇跟公务段主办工程车司 这是潘唐义 下午也再度被检方来约谈了 要厘清施工的责任 穿着黄色囚服的外籍一贡阿豪 十三日首度被检方借提征讯 同时李逸祥也再度被检方借提 两人被刻意分开 避免串震 明显要厘清事发的关键五分钟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两人供词都不拢 但证据会说话 事发之后 监视人员跟救难同步 在一片泥浆血水中寻找残骸中的行车记录器 画面也曝光 当时在隧道口左侧的碎片中 挖出已经弯曲变形的列车记忆卡 列车轨道旁找到工程车护照镜的行车记录器 现场李逸祥两人有没有说真话马上现行 根据工程车行车记录器的关键对话 检方还原事工当下关键五分钟 据了解 当时工程车卡住后 李逸祥拿出吊带缠绑在怪手挖斗和工程车车体 并示意阿豪启动怪手往后拉 没想到下一秒吊带承受不住工程车的重量 瞬间断裂 工程车因此翻落到铁轨上 另外列车行车记录器疑似也拍下 阿豪跑到隧道右侧边坡 企图拦车向列车示警 但完全来不及 令人质疑的是 李逸祥他明明和台铁人员组成赖工作群组 讯息一封封到底有没有在工程车翻落的第一时间通报台铁 今天怎么会来这边 已经交保的花莲公务团施工主任熊德玉 三度遭到检方约谈 花莲公务团主办工程司潘唐义也再度到地检署 而台铁正副段长戴金员林峰正上一次无包请回 这回再度现身 四名台铁人员跟李逸祥同时被约谈 也引发外界联想 检方整本进度是否有重大突破 事故现场经过第十二天 台铁终于有动作 请中华电信人员架设边坡市井系统 一吹一吹的纽泽西护览 将持了二十多年的编道维力补上 一连串说是夺走四十九条人命 是否真能敲醒台铁 全面检视运输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我要点一下的 这个网友卢森露 他说秀秀主播早 哈喽 早安 刚刚在秀秀眼前 我也看到整个数字呢 这个YT 我们的YT被闪平 而且整个被限流 很多人都说这个人数都很 这个怎么会突然一瞬秒 从九千一万多人变到两千多人 请大家赶快把我们的连结 再赶快分享 再分享出去好不好 张立芬 孟培培 谢谢你们刷一排螃蟹 秀秀都看到咯 同时来关心的是 运安会昨天表示说 泰鲁阁行车记录器画面 有拍到了山坡上 有一个小小的黑影 好 一直不断挥手 好 疑似是在市井 但是他们解释了 运安会先前公布的画面 一直没有看到 所谓的小黑影 运安会现在证实了 是当初公布的画面 是有裁切过 所以没有看到 好 运安会之前公布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泰鲁阁号 在出和人隧道 过完之后看到了工程车 接着撞上去 出轨倾斜 再撞上隧道左侧 露影画面就整个进入全黑了 整个过程大概9秒钟 不过仔细看画面的角度 比较这个偏左半边 连太平洋拍到了 但右半边却消失不见了 这位男子身穿白衣黑裤 看到了泰鲁阁号被靠近 这次呢 疑似怕被撞到 还往边坡上来跑 站在那边是为了示警吗 而这个人是不是李逸祥 所顾的非法移工阿豪呢 目前运安会是喊低调 还不愿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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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azon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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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故障 不要再来кий понятно